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这个视频的原因 如果你看我的title 就知道我是怎么放松肌肉的 是我在我录我的morning routine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有comment说希望我录一个我的workout routine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的背部状况其实一直不是非常理想这两年 所以说呢就是有各种的酸痛啊 workout的时候 我一般会比较注重于拉伸的运动 在这个同时呢 甚至有时候是躺着也不酸 坐着也不酸 所以说我就会想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用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希望如果说你的 腰背也有不适的话 可以帮助到 第一件东西 我们先从一些 我吃的还蛮管用的一些药 因为当然药可能是最好不要吃的 医生跟我讲的是 如果说你的这个病况 它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的话 你反而会让你的身体 没有办法去有这个精力去修复它 我其实原来不太想要吃pink 所以我觉得它只是遮掩了你的症状 而去根除 但是这个我买的它叫ROBEX 加拿大的一个牌子 美国也好 红的也好 应该有其他药 是能够起到类似的功用的 第一是它是可以让你的肌肉 稍微放松的 然后呢它还可以吃厚 不是那么常吃 但是如果我吃的话 真的是可能那天起到非常糟糕 我会在睡觉前吃一颗 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不知道会觉得好受一些的原因 是因为我睡得比较好呢 还是吃的这个药 一个修复 一个放松的作用在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药呢 还是有一定效果在 那么of course 你如果说就是你家里面可能 你确实没有这种放松肌肉的药的话 最考虑阿哥 就是美美的万能药 有什么东西就是你如果说你吃了之后呢 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修复的话 why not right 当然大家如果说有情况还是需要去看医生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叫magnetic 它其实很特别 前面就得像那种狗皮膏药一样的 然后后面是有一种金属片 它的金属片呢 你就把它贴在你很痛的那个部位 我觉得有点像针灸的感觉 就是它会去压迫你那一处的神经 你就贴在上面 应该是可以贴多少小时 两到三天呢 你洗澡都可以带着 我没有太感到我有贴过一天 贴久了之后你也不觉得各有 不会觉得不舒服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管用 但是是觉得肌肉是有不放松的 如果说能让我心理作用也好 让我去觉得好瘦一点的话 I would rather do this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愿意去尝试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说我告诉大家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is on the market 下面几样东西呢 其实是有点按摩放松的意思 第一样东西 听起来有点夸张 就是它是用垫肌的方式去放松肌肉 我认证它有时候会给你连那个垫 这个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就是你去北美的drugstore 你是可以买到它的 这是其实我第二个 那二位做什么 它是一个像这种sticky pad 后面是粘粘的 然后上面就是连了一根线 连到的是这个机器 这个就是稍微比我前面 这个稍微fancy一点 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它有这样子稍稍的踩着 或者是说这个揉捏 或者是有点像按摩的感觉 然后还有是专门针对你的膀子 然后针对你的后背 然后你的臀 脚 然后呢就是关节都有 然后它有各种不同的 一到十 有个专门的这个板 让你去处理一下 因为它是有个垫的一个回路 所以说你必须要让它 在一条线上 比如说我手臂上这边一个 然后呢在那我不能贴到另外一边 我必须要就是你要把你疼的地方 包括在这两个pad中间 就有点像个括号 那我把它打开 也许镜头可以多到一点点我肌肉 在跳动 其实一点都不同 其实还蛮舒服的 零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一 然后零 然后三 我的眼影感觉到 就是我里面的神经 稍微有一点点的肌肉 在拍一样 四呢就是一个 它拍打重量没有 它会扁持它的平衡量 慢慢到了肌肉之后 你就能觉得 你看我手在动 就有麻的感觉在 然后它呢你能够一共调到实 那 你看我这 别人看起来很可怕 其实你自己还要拿点酸 就是别人 但是就是确实能够起到一个 放松的作用 如果说你身边没有 可能没有人把你按摩啊 或者什么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option 而且它电力肯定是 因为是市面上的drugstore 是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说它没有达到医院的那种强度 所以说很暗 它是蛮安全的 然后 这个pad是你 其实是可以用水洗的 然后 它是说是每用大概十次 或者是几次 你可以水洗 然后呢就是把它晾干嘛 然后干了之后呢 你其实当然你也可以换这个pad 好像是用一百次 或者是多少次 你可以换一个pad 让它更甜 我拉伸运动完之后 这个也是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你身体不要动的同时 就是你比较pacitably去让人 其实我可以做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让你可以 你人不用挪在肌上放松 就是一个按摩 一个按摩的机器 那么这个是要接电头 它有不同的头 有一个这个是比较尖的这个头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比较顿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彻底的一个圆的一个形状 它们还有一个我对的 不够的 然后这个是 我觉得比这个电机要更有针对性 这个可能是你要这一条筋上面 它不让你调动的 这个是我能够去往我 就是我能够非常准确的扎到那个点 它是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然后也很方便 而且它这边有一点点的弹性在 下面几样东西呢 就不是电动的了 是你要自己身体去运动 然后起到一个按摩的效果 那么一样的东西呢 就是我妈妈从我那个我带过来 什么叫pipilot 就它认为我的腰臀酸痛 就是因为就是血液不同嘛 然后这里就是 就是类似于胎打这个效果 但它跟平常 比如说你拿一个 可能是你毛球拍啊 或者拿书啊 什么东西打自己的效果 不同的在于它是有一个弹性 它是有弹性 它是有弹性的 它是这样的弹性 打上去它就可以弹回来 所以说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它 因为我是腰臀那边 就是大腿啊 腿啊那边就是肉瓣 所以打的不是就是筋痛 而是皮疼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我想要针对的是 里面底下的深層的肌肉 或者说深层的那些筋脉 但是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 打不到只有皮疼 就是打完了之后 我的皮是轻的 但是我底下 我真的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起到一个就是 疏通筋脉的一个效果 就是其实这个真的打的蛮痛的 让人家用来打一头 我在于迪维 那么两样东西 其实是我自己是最推荐的 那么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foam roller 就是一个泡沫 泡沫卷 泡沫条 这个牌子其实在北美还蛮有 我们的叫trigger point 它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一个亮粉色 刚开始你是很可以 一只腿是用来出撑 然后另外一只腿 是把你立即压在上面可以按摩的 刚开始其实是满沫 慢慢你习惯了之后 你就觉得不是那么坦能 就可以不用另外一个脚去支撑 只拿就是手臂 如果说大家做军统的时候 我其实也很推荐 是因为它能够 特别是女生 就是你如果跑步啊 什么东西 很怕会长出肌肉 一小头 可以用这个去 发生可以用好的情况 可以去拉伸你的肌肉的 就是我会拿它 会去按摩不同的部位 就是包括了腰部啊 臀部啊 就是壮肌啊 臀上肌啊 大腿外侧啊 大腿前侧啊 后侧啊 我都会去拿它去放肌肉 那么如果说有的时候 真的是我知道哪一个点 比如说我屁股上有一个点 就是很酸 那我会拿这个球 它是有一点点扎人 它就是一个 massage ball 它是可以更好的去 准确的target的那一个point 我前面也说了嘛 就是可以拿这个按摩 去更好的target 但是关键是在于 就是我觉得 我的手力是不够大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把它压迫在 哪一个腾痛的点上 我觉得我的手力还不够 所以说我会 坐在这个球上面 就是然后呢 就是让它滚动 这样子就是 你全身的重量在上面嘛 所以说它可以更好的 是起到一个 针对性按摩的效果 它是比其他任何的东西 就不方便携带 然后呢 如果说你上班啊 上学啊 我觉得也可以起到一个 帮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作用 其实你看 我在录这个视频里面呢 其实用到了很多词 都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什么 松筋诺啦 放松筋诺啦 这些东西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 其实这些东西的目的性 是一样的 只是说 可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 适合你自己的情况 以及适合你自己的tower and stuff 但是我没有办法 去非常详细地跟你们去解释 什么样的酸痛 什么样的方法 这是我觉得 都是要因人而异的 所以说我希望介绍这些方式 给你们呢 也告诉你们 这是有一些ups 可以让你们去选择 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也是 可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管用 什么不管用 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更好去了解你的病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 都需要去 继续的合作这个过程 所以希望说 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 如果说有一点点的一些东西 可以说帮助到你 或者说让你的肌肉 可以更好地放松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 也就达到了 如果说你后面想要看到更多的 biz的视频的话 可以定一下 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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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